也只有三十多个 父亲安顿好喜饶 看到刚刚结束假期的学生都已经返校 这会儿正在学校外面的空场上玩 难得摔跤和牛顶头 女的智眼骨节和跳衣舞 有几个远离学校跑向了河滩 梅朵红负责任地跟在后面 警惕地看着四周 父亲喊他们回来 又让所有的学生进了教室 看到空出了许多座位 便有些欺然失落的感觉 是不是不会再有从前的热闹和拥挤了 过往的日子真好 那是一种明亮而烂漫的氛围 一种让他通透 也让他充实的感觉 是情不自禁的力量的投入 他因此而不知疲倦 在不期而知的亢奋中 忘记了时间的流逝 真快啊 一谎言 第一批学生就从眼前消失了 而生活的脚步却显得越来越沉重 迫使他不得不抬起头来 满脸疑惑地望着前面 想一想 有些匪夷所思的事情 到底是为什么 他已经多次请求过担增县长了 靠我一个人不行 必须招人派人 尤其是老师 但是迄今没有下落 每年的新课本 作业本和衬衣衬裤 总要一催 再催才能运来 今年又没按时运来 还得去线上催药 催多了 人家肯定不高兴 有一次弹增县长说 你急什么 不知道我们是藏族人吗 父亲不客气地说 藏族人的性子 慢我是知道的 但你不是一般的藏族人 你是县长 不能把我的精力浪费在跟你的扯皮上 我要教学 要招生 要管学生的生活 还要跑到县上来要这样呢 我的时间跟你一样 不是一天42个小时 还有 学校不能总是没有围墙 教室不能总是只有一间 各个年级的学生 不能永远都一起上课 但曾县长说 你的辛苦我知道 但你说的事都是要花钱的 钱呢 这些年 牧人上教的牲畜 羊毛 皮章 牛奶 酥油越来越多 怎么可能连这点钱都拿不出来 你们是不是觉得 有没有学校无所谓 从来没有人主动关心过他 但曾笑道 有你在那里 别人的关心都是多余的 俗话说 儿子要是能干 阿爸就会清闲 媳妇要是勤快 阿妈就会变懒 倒也是 谁也没有理由对他不放心 可他没有孙悟空的七十二变 又藏不出三头六臂 就像现在 要是他不在 这些学生谁来管 谁来充当洛洛和殃金的角色 协助他管 父亲晃了晃身子 感觉两边轻飘飘的 左膀右比真的没有了 也许再也不会有了 父亲说 大家选吧 一个班长 一个副班长 同管各个年级的男女学生 叽叽喳喳选了半天 没有一个人的票数是集中的 父亲只好指定 年龄最大的男生彭措是班长 最大的女生是副班长 但接下来发生的事 让父亲立刻用免了他们 彭措要调换自己跟副班长的桌子 副班长的桌子是全教室最新的一张课桌 理由是我是班长 同意调换的副班长 又立刻要求另一个同学 腾出他的课桌 理由是 一级压一级 是班长呆的头 我不能做全班最破的桌子 父亲说 这都是从哪里学的 辟大个官也要讲特权 算了 不要你们当了 父亲骑马出去了 日改知道他的心思 选择最便捷的道路 跑向了离学校最近的脚巴家 脚巴正盘腿 坐在帐房门前 一边念着欺负真言 一边撵毛线 孙女朴驰趴在他背上 央求爷爷带他去骑马 父亲丢开缰绳走过去 还没到跟前就合十了双手 脚巴说 坏了 又有事情要麻烦我了 父亲说 脚巴了 不要以为你就是天人下凡 别人都是求你的 我只要把事情说出来 你就知道不是我求你 而是你求我 他坐到草地上 看着正在团牛粪饼的望母 在围裙上擦着手 快步朝帐房走去 就说望母了 酥油茶要烫烫的 酥油要多多的 望母笑着嗷哑一声 招呼普赤过去拿三八 父亲说 普赤你别走 你知道我是谁 普赤说 你是叔叔 是校长叔叔 我今天来 是要把你带走的 脚巴警惕地瞪起眼睛 你想干什么 普赤快藏起来 父亲说 你是想让我把学校 搬到你家来吗 我知道你舍不得 但孩子念书是天大的事 天大还是你大 脚巴黑黑一笑 一脸讨好的样子 枪巴拉 普赤的事 你就别操心了 我看不见 他就睡不着觉 你总不能让我也 跟着他去上学吧 父亲跳起来 撞飞了望母端过来的 酥油茶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 我把普赤带走 你也跟着我去学校 学校正缺一个管事的 我想了半天就是你 脚巴愣了一会儿说 你这个人 竟做的是让人家 不情愿的好事 明明是你求我 还说是我求你 不去不去 我和普赤都不去 父亲扑通一声跪下 抱住脚巴 用自己的额头 碰了一下他的额头 又用自己的脸颊 贴了一下他的脸颊 碰头里和贴面里 都行过了 算是实心实意的请求了 脚巴说 喝茶 喝茶 普赤 快去给叔叔拿三巴 望母笑着 搬来了再次盛好的酥油茶 父亲接过来喝了一大口 把搬着三巴匣子 走来的普赤搂在了怀里 离开的时候 父亲唱起了歌 草原上有个脚巴得急了 饿狼说他 坏牛羊说他好 他是一顶熔流人的帐房 他是一条新长做的哈达 他是一朵盛开的臭牡丹 他是一匹料爵子的黑马 父亲回到学校 给孩子们做了晚饭 粉条肉汤和三巴 第二天一大早 又骑着日嘎直奔线上 他来到担曾县长的办公室 看担曾不在就拿起电话 转来转去地打到了省政府办公厅 等了一会儿 才传来李志强的声音 父亲说 秘书长了 扎西德勒 还是创办沁多中学的事 什么时候开始吗 你这个电话打得很及时 我正想联系你们 已经开始了 建材已经劈下去 需要多少给你们多少 由省运输公司一次性送到 线上要做好接收的准备 随同前往的工程师 会带着图纸跟你们接下 还需要什么你快说 再不说就不好办了 父亲说 砖多多地要理 学校得有大门和围墙 那当然 这些都在设计里头 窗户要大大的 端些玻璃 晾堂些 这你就不用说了 又不是盖葬式雕房 窗户小 光线案 秘书长了 我还想要些布 是给孩子们做衣服用的 主要是衬衣衬裤 学生要文明卫生 是不是 这个嘛 我看可以 再就是课本 作业本 鲜笔 钢笔 赤字 圆规 墨水 橡皮擦 文具盒 书包 毛巾 脸盆 肥皂 牙缸 牙刷 学生家长解决不了吗 秘书长你是知道的 牧人有吃的有喝的 就是没钱 连一根铅笔都买不起 好吧 我让梁辉校长帮你们采购 他知道学生需要什么 父亲拿着电话 连连弯腰鞠躬 哦呀 哦呀 谢谢了 卡着落逃 扎西得乐 你想得太仔细了 再不需要什么了吧 不啦不啦 不过要是能让学生们改变一下 裹着皮袍睡觉的习惯 那就更好了 什么意思 我还想要一批被褥 被褥 好吧 被褥哪里有 李志强说着放下了电话 父亲觉得 已经不需要再跟丹增现场见面了 正要离开 丹增走了进来 在走廊里就听你在打电话 给谁呀 父亲说了 但曾说 这种时候你还给李志强打电话 听说他的处境很不好 能解决什么问题 李志强不是一个吹牛撒谎的人 我还是相信的 其实他更相信自己 无论发生什么 他还是他 学校还是学校 自己认准的道理 任何时候都不会改变 藏族人的孩子要上学 要读书 要跟城里的孩子一样 有前程 他又开始催要这个学期学生的新课本 作业本和称衣称库 但曾惊讶地说 你用雪山的冰水洗洗脑袋好不好 清醒清醒 再跟我说话 省上州上很多部门都已经不上班了 我到哪里去给你搞这些 学校先凑合着办吧 一切的一切 以后再说 父亲沮丧地想哭 咬咬牙又忍住了 却没忍住骂了一句 操他妈 后来当我知道父亲的骂语时 不禁吃了一惊 觉得作为一个地道的藏族人 父亲还是欠了一点点火候 尽管是微不足道的火候 藏族人的语言很干净 即便愤怒到极致 骂人的话里 也不会加带生殖器和性交 更不会牵连到对方的爹娘祖宗 就为了这句骂语 我懊恼了好几年 直到有一天 我听说喝得醉醺醺的庞措的叔叔 带着一个壮硕的牧人来到学校 说是庞措偷了他的金嘎屋 抬手就打 他打的庞措的头上流血不止还要打 父亲不一了 我的学生你凭什么打 他有了错误你可以跟我说 庞措的叔叔和那个牧人 又跟父亲打起来 父亲宁肯鼻青脸肿 也不说半个操子 只是一遍遍地用藏族人的习惯语 诗情画意地发泄着愤怒 让飞来的异兵鬼缠住你的脖子吧 让你的不祥灵魂进入十八层地狱吧 让来世的黑暗借着太阳的光亮吞掉你吧 让你长发飘飘的头上长出马鸡脚吧 啊 父亲 马是没有鸡脚的 尽管目不择言的父亲把牛鸡脚安在了码头上 却更加彻底地证明他已是一个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变形的藏族人了 二 才让在西宁上完了小学又上了中学 由于不断跳机 等我来到师院腹中上出一时 他已经是一个高二生了 而且是全西宁最好的实验中学的高二生 实验中学的学生大部分是省委省政府的干部子弟 小部分是面向社会招收的高材生 才让是高材生里最最拔尖的 也就是说再有一年多才让将高中毕业上大学 他说我一定要上大学 他今年十三岁 比我只大半岁 却比我高出了这么多 我骄傲的就像头戴着一顶桂冠 常常把才让哥哥挂在嘴上 甚至有一次 我跟梅朵吵了起来 他说才让先是我哥哥 再是你哥哥 为什么 我从阿妈的肚子里出来时 他就是我哥哥 他那个时候听不见说不出 他不知道你叫他哥哥 他最早是听得见说得出的 我比你大半岁 肯定他先是我哥哥后是你哥哥 我们的半嘴用的全是汉化 一到西宁 整个技术班的学生都好像商量好了 人前人后 尽量用父亲教会的汉化表达意思 大家都想适应环境 都想尽快融入这个多民族的城市 而不被另眼看待 一个星期天 老爷来到师院腹中 接我和梅朵回到家里 姥姥像接待贵客一样 煮了大米稀饭 放了红枣 葡萄干 杏干和白砂糖 让我们喝 我问才让呢 老爷说去学校了 哈峰老师每个星期天 给他单独上课 我寻思 为什么 才让学习跟不上吗 我和梅朵还有妹妹 在院子里玩了一会儿 然后便跟着母亲 走过几条长街 来到了热闹的 大狮子百货商店 母亲给梅朵买了 红白衣 黑外裤 篮球鞋 花头巾 花手绢 和尼龙袜子 也给我买了 黄咖基布的 外衣外裤 妹妹问 阿妈 为什么不给 才让哥哥买 母亲说 你才让哥哥有 说着 把我们带到 一个角落里 让我把衣服 裤子换上 我说 我还是带到 学校去吧 梅朵揭发道 阿妈啦 江阳不会换的 梅朵说对了 尽管除了 寄宿班的同学 周围大都是 穿短衣 长裤的人 但我还是不想 脱掉脏袍 我有皮袍也有布袍 都是着马阿妈 和旺母旧母 为我做的 母亲说 衣服要勤换勤洗 不讲卫生的学生 不是好学生 回到家里 母亲又让梅朵 换下她的 枣红色布袍 说要给她洗掉 下次来世带回去 梅朵犹豫着 想和我保持一致 继续穿脏袍 又想穿上 汉族人的新衣上 看看自己 是不是更漂亮 妹妹说 你不穿我穿了 梅朵赶紧把新衣服 抱在怀里说 好吧好吧 就这样 梅朵来到西宁不久 就脱掉了 从小穿到现在的藏装 从头到脚 换成了汉装 老爷上下打量着说 你是哪里来的 这么好看的姑娘 西宁大街上少有 姥姥说 你说哪里来的 天上来的仙女儿背 母亲也说好看 又说 等攒了钱 再给你买一套 换着穿 梅朵黑黑笑着 还是不放心 紧张地望着我 看我不表示什么 突然问 西宁哪里有河 我说城外就有 但水势浑黄地 照不见影子 那怎么办 你忘了 百货商店里有大镜子 我们手拉着手 朝外跑去 妹妹喊道 我也去 我们一会儿跑一会儿走 当焕然一新的眉朵 站到大镜子面前时 她几乎认不出自己了 愣了半赏才说 阿泽泽 我不是藏族人了 我说 你的头还是 她把花头金带到头上 这样呢 你的脸还是 只要脸是就好了 阿爸阿妈 就不会不认得我了 我过去抱住她 闻了闻她的衣领里面 味道没变 脸不是也没关系 在我看来 苏油味才是藏族人的神韵 只要还有苏油味 家里人就不会不认的 妹妹说 才让哥哥也有苏油味 我说 才让哥哥的骨头是苏油的 妹妹问 梅朵姐姐 你的骨头呢 梅朵摸了摸自己的胳膊 没有这么硬的苏油吧 我说 你可以在你的衣服 裤子上抹点苏油 远远的一纹 就知道是你了 梅朵低头看看 觉得会弄脏衣服 果断地说 不 我可以把苏油装到口袋里 我们都还没有意识到 对梅朵 这是一个化时代的开始 因为她第一次穿上的汉服 就是那个时代的时尚 是漂亮的标准 从此在她心里 便有了对汉服的信任和热爱 也悄然开始了一种 还不知道好坏 也把握不住分寸的转变 我们从街上回来 已是下午 老爷做了拉面 姥姥炒了两个菜 鞋子炒肉和青椒炒肉 加上粗和油泼辣子 吃得我们肚皮都超天了 我问梅朵 好吃不好吃 梅朵说 好吃 比赞巴呢 比赞巴好吃 比手抓呢 也比手抓好吃 你这个墙头草 其实我也觉得 今天的拉面拌菜顶顶好吃 可就是不愿意承认 比藏族人的赞巴和手抓更好吃 吃完了 老爷要送我们回学校 梅朵问 西宁有没有狼 我笑他 狼怎么会跑到城里来 梅朵说 那送什么 我们知道路了 可以自己走回去 正说着 才让回来了 她放下书包 问我和梅朵饭吃了没有 又过去掏出自己的手绢 擦了擦妹妹刚吃把饭的嘴 母亲说 饿了吧 你先别管她 赶紧携手吃饭 我们都吃了 妹妹跑进厨房 端着一个碗出来 碗里一半是茄子炒肉 一半是青椒炒肉 才让看她一脸不高兴 紧问道 怎么了 妹妹不回答 姥姥把一碗下好的拉面 放到桌子上说 她嫌我给你留的菜少了 才让坐到桌边说 不少了 这么多 说着 在拉面里调了醋和油泼辣子 拿起筷子 加了一些菜放到上面 麻利地拌了几下 吃起来 我看着有些吃惊 她使用筷子的样子 跟老爷一模一样 熟练的就像筷子长在指头上 比我强多了 梅朵也有些压抑 从来没见过一个藏族人 会如此娴熟地面对汉餐 又是一个星期天 我正在校园里和梅朵商量 要不要回家再吃一顿拉面 就见 才让领着妹妹 走进了师院府中的大门 我喊着 才让哥哥跑了过去 梅朵追过来 从后面抱住我说 我要先和才让哥哥说话 然后超过我 一头撞到才让怀里 才让问 你要说什么 梅朵说 我不知道说什么 才让说 那你和羊羊商量一下 梅朵说 现在知道了 寄宿班里没有羊羊 只有姜羊 还要叫羊羊的话 没有人答应你 才让摸摸后脑勺说 习惯了 看来我回去得给老爷姥姥阿妈 发表声明 从今以后 羊羊这个名字 不许叫了 他们会问为什么 我就说 江羊是江河海洋 羊羊是洋人洋葱 你们说哪个好 我笑起来 问道 哈峰老师 不给你单独上课了 不上了 有人开始指责他了 我问 他是好人还是坏蛋 好人里的尖子 每个星期天 都给我讲 大学物理和数学 那为什么要指责 我问过哈峰老师 老师说不必奇怪 这个年代 好人都是要受些磨难的 好比错位的时间 会蒙蔽所有的存在 包括星球 我听不懂 才让的话 只觉得挺有意思 才让说 别的人呢 我来看看他们 在由教室 变成的男生宿舍里 为了不挡住窗户的亮光 两层的铁床 摆成了一个钉字形 躺在上铺看书的 落落跳到地上 像大哥哥一样拥抱了 才让 梅朵跑向隔壁的女生宿舍 响亮地说 才让来了 正在扫地的 秧金拉了一声 条肘一扔就跑 女生们都跟了过来 秧金尖着嗓子说 才让啊 你好 才让愣了一下 突然就有些腼腆了 姨娘好 秧金呵呵一笑 瞪了一眼 梅朵说 你就不叫我姨娘 又对才让说 我比你大不了几岁 你还是叫我姐姐吧 梅朵说 姐姐也别叫 就叫秧金 她是我同学 秧金打了一下梅朵 摸摸才让的脸说 这么白 像个姑娘 才让脸红了 躲闪着 妹妹说 我才是姑娘 秧金戳戳她的脑门 你是谁的姑娘 是不是才让的姑娘 妹妹说 是 秧金哦呀一声笑起来 又打量着才让说 你已经跟我们不一样了 才让穿着蓝制服 蓝裤子 白球鞋 剃着学生头 脸白白净净的 也没有草原人 通常会有的紫云 不知道的人 看不出 她是个牧人的孩子 她躲开秧金 盯着自己的眼光说 你们也会不一样的 说着看了一眼 眉朵的红衣 黑裤 球鞋 和尼龙袜子 她不是已经不一样了吗 我说 她的脸还是藏族人的 我的也是 才让问 你们学习紧张不 杨金说 比在沁多小学时 轻松多了 有的老师上课 有的老师不上课 布置的作业 不做也没关系 不想强霸老师 你越不做他 让你做得越多 才让说 这样不行 你们还是要把作业做完 不然吃亏的是自己 洛洛突然问 你坐没坐过火车 上去过 哈峰老师给我讲热能 如何转变为动力时 带我去参观过火车头 洛洛说 不会走出去以后不回来吧 才让问 怎么 你想坐火车了 洛洛说 很多学生坐火车去了北京 我和杨金也想去见见失眠 当二十多辆卡车排着队 浩浩荡荡进入沁多草原时 所有看到的人都感觉到了一种非凡力量的存在 都在猜测车厢里到底是什么 车队在县城停了下来 许多人都在围观 但曾县长接了司机们去县政府食堂吃饭 是刚载的肥羊 还有请牧人装好的血肠和肉肠 吃得司机们满嘴流油 都说从来没吃过这么好的肉 车队再次骑乘 已经没有正儿八经的公路了 只有一条随意撵出来的车道 起着指引方向的作用 车慢下来 好奇的鹰盘旋着跟在后面 不知从哪里飞来的班头燕也跟在后面 百灵鸟扑朗朗的 不停地飞起落下 清脆的周灸 如同茂盛的牧草 都能看得轻盈风摇摆的样子 突然又有东西跟过来了 是一群藏野驴 它们的后面照例有狼 狼随随便便走着 没有要扑翻对方吃肉的样子 藏野驴似乎并不怕 走资优雅 神态悠闲 有个司机打响喇叭 向藏野驴致意 藏野驴们愣住了 一个个羊头停下来 纹丝不动地望着汽车 突然一阵骚动 轰隆隆的声音爆发而起 它们跑起来 但没有跑远 绕了一圈又回到了原地 继续悠然自得地边吃边走 喇叭又响起来 所有的喇叭都响起来 但藏野驴们已经不在乎了 有的瞧着 有的瞧都不瞧 车队在路上停了一宿 第二天中午到达沁多小学 每一朵红的叫声 就像晴天里的雷鸣 父亲从校门内冲出来 望着车队惊愣在那里 怎么回事 并不像弹增县长说的吗 就算李志强是处境不好 也还是能解决问题的 这不是来了吗 几乎已经放弃希望的父亲 像孩子一样跳了起来 喊道 大家快出来看 学生们蜂拥而出 脚巴站在不远处 他自己的帐房前 同样也是一脸的惊讶 领头的司机 把物资清单交给了父亲 父亲看着 脸上闪烁狂喜的光辉 真的一次幸运来了 锦销物资和办学物资 一应俱全 甚至比他预想的还要齐全 他呵呵笑着 让女同学赶紧烧茶 再把簪巴和风干肉端出来 脚巴走过来说 叫人来歇车吧 在两只羊的药里 父亲说 我也这么想 脚巴转身上马 去叫人了 这是相当美好的一天 桑杰带着一些牧人 来到了这里 有的歇车 有的载羊 歇车的时候 大家唱着歌 有个奶奶对我说 翻过那座山 再走就是金子山 走过这片园 再走就是奶子园 有个哥哥对我说 吃掉的牛羊 不是牛羊是大小骨头 过去的苦难 不是苦难是幸福源头 一个一直忙着四处查看的青年 来到父亲面前说 我叫韩普 是西宁设计研究院的工程师 哦呀 太好了 父亲说 你跟我们的有些学生 差不多大嘛 就已经是工程师了 韩普蓝衣蓝裤 蓝帽蓝血 这时又从蓝垮包里 拿出卷起的图纸给父亲看 我参考了西宁的一些学校 大致就是这样的 还要根据地形做些修改 父亲看了看说 院子太小了 还可以大一些 我去过西宁的师院腹中 比它只能大不能小 韩普说 有那么多学生吗 腹中的学生应该有六七千吧 现在没有 将来就有了 我想办一所 我死了以后 还是好学校的学校 有几个女学生过来 毫无顾忌地围着韩普看 韩普不好意思地低下头 父亲说 你长得太白净了 等过几天 太阳在你脸上抹上一层黑 他们就不看了 泄了一会儿 转得桑姐走来 老远就说 强巴校长了 你的法力大得很 都超过关雀佳尼了 一下子要来了这么多东西 父亲说 轻轻飘过的祥云 不让人知道 轰轰走过的黑云 吓人一跳 这么多物资 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是你不知道的人 眷顾了庆多草原 建校工程很快开始了 父亲以为自己是 理所当然的负责人 但敲定图纸后 仅仅过了两天 他就发现不是了 脚巴才是 因为只有脚巴 能做到无常的调来劳力 而且来了不会偷懒 人前人后一个样 正在挖地基的时候 父亲对脚巴说 只有小工没有大工 你说怎么办 大工是什么 木匠和泥瓦匠 脚巴说 我知道一个匠人 家在夏瓦尼厕 那里最早的雕坊 就是他家造起来的 父亲说 一个太少 至少得十个泥瓦匠 五个木匠 找到一个 就能找到十个 让匠人去找匠人吗 脚巴骑着早红马 离开了学校 几天后回来时 已是一支 二十一个人的队伍了 其中一个 竟是眼镜慢疤 父亲小声问脚巴 没有报酬的事 你说清楚了 脚巴说 怎么没有 供吃供喝 就是报酬 那么眼镜慢疤呢 是我请的 也是香洒主任派的 他今天是来看一看 以后会住在学校 孩子们有了病 就不用跑远路了 父亲转忧为喜 那就是校医了 我们连校医都有了 很快地基挖好了 接着就是气墙 绝巴和工程师韩普 把施工安排得 井井有条 一所在牧区草原 绝无仅有的学校 正在崛起 一天一个样 父亲插不上手 也不想插手 他的主要工作 仍然是教学和管理学生 一天早晨 父亲一起床就去了 角巴的账房 他说 我梦见李志强了 他好像坐在一座山头上 一脸苦叫地说 你把我忘了吗 醒来一想 物资收到了 学校开建了 都没有给人家汇报一声 你看我这个人 这么大的事都疏忽了 我今天要去线上 给秘书长打电话 学校就交给你了 角巴说 没有李志强就没有学校 你赶紧去 要是人家不高兴 你就多多地点头哈腰 点头哈腰可以 可惜电话李秘书长看不见 人一点头哈腰 话也是弯的 他能听出来 父亲又给憨补说 麻烦你给学生上几节课吧 上午是语文数学 下午是数学语文 憨补一来就住在 角巴的帐房里 他边穿衣服边说 放心吧 强巴校长 学生的课本我都看过了 从一年级到六年级 我都会 父亲吃了几口风干肉就出发了 草原花季的尾声里 日嘎呼吸着最后的香气 轻快地奔跑着 均匀的绿色 大面积的起伏 从天边启程 走向另一个天边 太阳就像一把 宝光四射的巨箭 花花的挥舞 风吹来 斑斓的风吹来 鸟飞过 洁白的鸟飞过 蓝色的穹顶下 所有的都在沐浴 善解人意的日嘎 让心急的父亲 早早地来到了县上 父亲看他还在高照地艳养 丢开日嘎 一头闯进 弹增县县长的办公室说 县长了 别紧张 我不是来冲你要钱 要东西的 我是来打电话的 请给我倒杯茶 可死了 学校见得怎么样了 好的很 牛犊子一样正在肠 越来越大了 当你下次去 你就不认识那个地方 是曾经的一间房 说着拿起了电话 自然又是线上转舟上 舟上转省上 省上转到了办公厅 麻烦你找一下李秘书长 你是谁 这个时候找李志强 说着不屑地哼了一声 扣了 父亲愣愣地 意识到李志强可能出事了 创建庆多中学 肯定是他办的最后一件事 他放下电话说 县长了 麻烦你告诉果果 让他去学校说一声 我去西宁了 说吧就走 但曾县长端着一杯浓艳的福茶 追出来喊道 茶不喝了吗 别忘了带些吃的 我给食堂打电话 日嘎跑起来了 父亲甩动着江绳说 能跑多快就跑多快 能跑多久就跑多久 我知道世上再也没有谁比你更懂得我了 日嘎打着响笔 回应着主人 一匹好马的本能告诉他 最快的速度一定不是闪电 狂躁永远是奔马致命的弱点 耐力的无穷 才是快速接近远方的保证 它控制着力量的爆发 让肌肉的鼓动带着鸟鸣般的节奏 有力又不失均匀 而四体的摆动则像烈烈的齐翻 有急云的滋如 有快风的敏捷 云一直在飘 风一直在吹 除非父亲要求停下 终于到了 是个中午 父亲先去办事处寄存了日嘎 然后直接去了省政府 没有人理睬他 更不可能告诉他 李志强在哪里 正灰心丧气地往外走 有人追了上来 问道 你是哪里的 找李志强干什么 父亲觉得没有必要隐瞒 就实话实说 那人突然变得有些诡谀 小生说 他病了 你可以去省人民医院找找 父亲先去找了母亲 让他打听清楚了李志强的情况 又说了自己的想法 然后去邮局 拨通了弹增县长 麻烦他把果果叫来 有事情要商量 弹增说 什么事情你要背着我 父亲说 你最好不要知道 果果来了 父亲们 听说你现在是 县政府办公室的负责人了 县上找不到合适的人 叫我临时负责 你有没有办法 带几个人和一辆车来西宁 县上的车是我管的 只要县长不干涉就可以 两天后 果果带着几个人和县上的卡车 直接来到了医院的后门 等了一会儿 父亲和母亲便掺着李志强 悄悄走了出来 果果过去 几乎抱着把李志强塞进了驾驶室 父亲说 李秘书长 快说你家在哪里 把老婆孩子也接上 一起走 李志强声音微弱地说 我没有孩子 只有妻子 妻子已经跟我离婚了 父亲催促卡车快走 立刻出城 果果 李秘书长就交给你了 你要拿命 护送他到青多草原 哪里也别去 直接去学校 把他交给脚巴 卡车急迟而去 父亲没有随车离开 是想去诗院腹中 看看他的那些学生 他当天就去了 才知道 洛洛和央金去了北京 是代表寄宿班去的 寄宿班现在有我和梅朵负责 我们在男生宿舍里 围着父亲说了半天话 当说到梁辉校长已经下台 学校又有了新领导士 父亲问 他还在学校吗 我待会儿去看看他 又问起我们的学习 我们说已经不上课了 就剩下唱歌跳舞 吃饭睡觉了 父亲说 那还不如回草原 我也可以教你们 我说 才让说回去的话 中学就不能毕业了 父亲想了想说 才让说得对 只要是学校 就不会永远停课 总有一天你们要中学毕业 既然来了西宁 就不能半途而废 正说着 才让匆匆忙忙走了进来 叫了一声阿爸了 眼泪就出来了 大家都问道 你怎么了 他没说自己 而是说起了哈峰老师 老师受到冲击了 他实在看不过 就把老师藏了起来 父亲问 藏在了哪里 财长说 家里 父亲说 这件事你做得对 但家里学校太近 恐怕藏不了多久 才让说 我来就是想请阿爸 想想办法 父亲叹口气说 哈峰老师 梁辉校长 他们可都是人才 我有个地方可以保护他们 就是不知道 他们愿不愿意去 你们等一等 我和才让现在 就去问问梁辉校长 一是黄昏 赤红在天边汹涌 像烧残了一堆堆的木头 城市灰烬式的散落着 山市从天际蔓延而来 带动着泛滥的风和乌脏的云 用巨大的裂口 包围着层层叠叠的建筑 父亲和才让很快回到 我们寄宿般的男生宿舍 让我和梅辉 现在跟着梁辉校长去他家 三个小时后 把他们全家带到城外一个 我和才让都知道的地方 黄水河滩 先祖的陵墓 夜深人静 陵墓的冷雾 带着天国般的诡秘 不合适宜的惊喜里 悲凉比原野还要苍茫 我们到达时 父亲才让和哈峰老师 已经等在那里了 父亲让我和梅辉 赶紧回学校 自己带着别的人往南走去 后来我知道 天亮前 他们走进了一片茂密的树林 父亲说 你们就在这等着 千万别到公路上去 他先把梁辉的爱人周丽 扶上马背 自己再骑上去 让他从后面牢牢抓住他 然后接过一个五岁的女孩 搂在了怀里 父亲说 别着急 我很快回来 话音未落 日嘎就迈开了步子 走着走着就跑起来 他们往南驱迟了三十多公里 就看到了草原和牧人的帐房 父亲下来 牵着孩子拉着马 走过去用藏话 跟拦住狗 不让扑咬的主人说起来 然后扶梁辉的爱人下来 对他说 你们就在帐房里待着 别着急 别的人很快就到 你认识这家人 认识 父亲撒谎了 只为了给他一个定心碗 其实他真正想说的是 虽然不认识 但一说扎西得乐 就算认识了 父亲借了牧人 唯一的一匹老马 连在日嘎尾巴上 跑回了树林 现在 父亲 哈峰和梁辉 骑上了日嘎 才让骑上了那匹老马 还是一路奔跑 日嘎竟没有一点 负重喘息的样子 哈峰说 我从来没骑过马 没想到马这么厉害 梁辉去过清多 自然是知道日嘎的 我们有幸骑上了草原上 最好的马 很快 他们跟先前送到的人会合 又采取同样的办法 一乘一乘往前赶 一个星期后 他们进入了清多草原 第一个遇到的帐房 竟然又是喜饶家 他们在喜饶家休息了一天 然后骑上了喜饶家的三匹马 喜饶的阿爸 又从邻居家接了一匹马 一行七人走向了清多县城 又走向了附近的学校 到达时 哈峰和梁辉夫妇 都被磨烂了大腿 但心里是松快的 哈峰说 空气清透 能见度这么好 海拔高 离天近 安静得如同桃花园 这里是研究物理的最好地方 根本用不着哈勃望远镜 用不花钱的哈峰望远镜就可以了 老实了 你又可以讲课了 才让说着 扑向了脚巴 爷爷了 脚巴抱着 才让亲了一下 然后带着寒谱 快步迎过来 父亲丢开日嘎的缰绳 把脚巴拉到 一边小声说 有一对夫妻 是汉族人 意思是 不能像藏族人一样 大家合住一顶帐房 脚巴嗷压一声说 没关系 不就是搭两顶帐房吗 说着 连来客的面容都没看清 转身就走 梁辉喊一声 扎西得乐 脚巴回头一看 认出他是当年保育院的院长 赶紧弯腰问候 梁辉说 又来天麻烦了 一遇到过不去的坎 就来求你们救命 真不知怎么感谢才好 脚巴说 救命的事 我们做不来 就是提供些吃喝罢了 不算什么 你们先住的帐房 不要急 学校马上就起来了 房子多得住不完 父亲说 我给学校请来了六位新老师 以后多多地招生的药理 脚巴私下看看 还有谁 父亲说 把财让算上 今天来了四位 加上韩普和李秘书长 脚巴欢喜地 嗡哑了一声 父亲问 李秘书长呢 怎么样了 脚巴说 安顿到家里了 着马和旺母伺候着 眼睛慢巴一天去一趟 已经好多了 父亲说 那你赶紧走吧 还不知要去哪里借账房 得跑很远的路吧 就用家里的路不远 那我跟你一起回家 去看看李秘书长 才让急切地想 见到阿爸和阿妈 以及其他亲人 大声说 我也要去 父亲又对韩普说 新来的人就交给你了 你要让他们吃好喝好 韩普说 没问题 又觉得不够藏族人 连说几声 哦呀 学校终于完工了 五排教室 三排宿舍 一排办公室 一排教师宿舍 还有一个大食堂 和一个小食堂 原来的一间房 则被拆除牛皮隔断后 成了唱歌跳舞开大会的礼堂 一人多高的围墙 带着滑轮的铁门 小学生的小操场 和中学生的大操场 根据父亲的建议 将计划中的沁多中学 改成了沁多学校 分小学部和中学部 办公室的门边挂着牌子 校长办公室 里面自然是父亲 数学组 里面是韩普 语文组 里面是梁辉的爱人周厉 物理化学组 里面是哈峰 历史自然组 里面是梁辉 教务处 里面是李志强 机动组 里面是才让 才让也是老师了 而且是什么都可以教的老师 医务室 里面是校医眼镜慢八 至于角八 给他分了办公室他不去 他知道自己什么也不是 就是想给父亲帮帮忙而已 父亲说 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 角八问 什么是东风 父亲说 这么大的学校 不同年纪的学生 架起来才两个班 绝八了 你我的事还多着呢 学校的管理 交给李志强教务长 我们两个得跑起来 不分季节的招生 只要想来上学 什么时候都可以 你不会是想把 全庆多县的娃娃 都搞到这里来吧 这才是初步打算 我的想法 是让全阿尼玛 青州的藏族孩子 都争心恐后 来上我们庆多学校 阿泽泽 我看你永远睡不醒 这么大的事情 是你能办到的 你又不是神 俗话说 山是山水是水 会站的站 会流的流 连翅膀都没有 就想飞到天上去 我不跟你跑 求人下话的事 我干不来 你又不是没干过 父亲黑黑一笑说 你过去为什么 要当沁多部落的头人 牛多羊多属民多 鹰背着你的名声 天上地下 这里那里到处传 你要的是不是这个 不全是 不管是不是 将来以后 角巴得及的名声 喜马拉雅山挡不住 传得跟月亮星星一样远 因为学生数不清 弟子变天下 角巴哼哼一声不说话 角巴了 听我的 你去钦多公社 白淳路公社 雪豹林公社 和马青钢日木马场 我去其他五个公社 招来一个是一个 不去不去 这一次你说死我也不去 角巴转身走向了校门外的庆多河 河边有他的帐房 父亲大声说 给你分了宿舍 为什么不住 角巴说 你想把我憋死吗 第二天 父亲还想说服角巴 却没见他来学校 就问依然住在角巴帐房里的寒谱 寒谱说 他天不亮就走了 说是你派他去的 父亲说 这个角巴 还有这样口是心非的 寒谱说 我听出来了 他对你佩服的不得了 父亲说 佩服我干什么 这么好的学校有了 我连学生都招不来 角巴比我能 我说十句 不如人家说一句 又问 你真的不回西宁了 韩谱说 设计研究院乱得很 没有人专心搞业务 我回去也是没事干 加上我父亲过去 是开银行的 还得受歧视 父亲欧礼生 那就不能回去了 学校好歹是平静的 对你只有高看 没有歧视 不过学校只能管吃管喝 工资发不出来 这个我知道 我一个单身汉 有饭吃就满足了 好好干 总有一天 我们会给你发工资 三 父亲和角巴的安马劳顿 将近一个月的说服动员 又是学校的学生 增加了差不多一个班 但疲倦的父亲并不满足 叫上角巴 来到教务处 跟李志强商量 父亲说 整个庆都县 仍然有80%的孩子 没来上学 这是不可以的 李志强沉默了片刻说 可以不可以 应该政府说了算 不是你 你能做到这一步 就已经是破天荒了 父亲说 我也可以说了算 办学是我的事吗 李志强说 如果让县政府出面 下文件 定指标 规定牧人的孩子 必须上学 可能会好一些 教务处只有两把椅子 父亲拖过来 一把让角巴坐下 自己坐到桌子上说 下个文件当然好 就是不知道 淡增县长肯不肯 不管了 我今天就去县上 角巴说 文件好是好 牧人看不懂 你念的是文件 他听的是经 父亲说 那就更好了 我拿着文件 一护一护的念 经上是这么说的 你们是怎么做的 还不赶紧照办 李志强望着角巴 行不行 角巴说 行不行还不知道 我倒有个办法 父亲看他欲言又止 急了 说呀 角巴哼哼一笑 闭湿了嘴 父亲说 不告诉我也好 你干你的 我干我的 你招来的学生 要是超过我 我就把校长的位子 让给你 角巴说 好吗 就凭你这句话 我连觉都不睡了 我当校长的第一天 就把你打回姥姥家去 父亲从桌子上 跳下来说 一言为定 李志强不习惯 这种讨论问题的方式 瞪起眼睛 看着父亲和角巴 并排挤出了门 门外立着裁让 笑着说 爷爷了 阿爸了 你们的话 我都听见了 角巴说 听见了好吗 我和你阿爸的比赛开始了 你站在谁的一边 财让说 我站在爷爷的一边 爷爷的本事 连草原上的虾老鼠都知道 父亲听出 财让是在激励角巴 笑道 这么说 我连虾老鼠都不如了 硬要跟角巴比高低 财让说 你们都比来比去的抢着干 我也不想闲着了 他说 现在各门功课都有老师 他插不上手 想去阿尼穷共 看看乡洒主任 要是主任愿意 就想留在他身边血精 父亲和角巴都吃了乙精 互相看看 一时不知怎么表态 角巴摸着财让的头说 望星星的时候 望不见太阳 星星可以数 太阳不用数 你把事实搞清楚了 再做决定 父亲说 你绝巴爷爷说的对 新社会了 不一定当阿卡 才算有出息 财长说 不当阿卡 就不能血精吗 这件事 问了香萨主任 才知道 天热了五袍 天冷了脱毛 怎么这个时候 想起这件事了 角巴说 要去敲敲去 不要到处说 要是香萨主任 不收留你 那是很丢人的 哦呀 我要是明天不回来 那就是 留在阿尼穷共了 请不要惦记 财长说着 跑向了学校东南角的马厩 父亲喊着叮嘱他 骑着麦秀去吧 司兄的性子太烈 但才让骑走的 却是司兄 父亲来到县上时 但曾县长正要出去 他把县长堵在办公室的门口 藏话汉话地混合着 说出了自己的请求 但曾县长没好气地说 办学校本身就是一大错误 在扩大招生 就是一错再错 你疯了吗 现在是什么时候 你却要我下文件 定指标 把牧人的孩子招来学文化 快闭上你的嘴 别再做梦了 我也是为你好 上个星期去州上开会 才让州长点了你们学校 你要小心点 学校怎么了 不是藏着就是掖着 父亲心里一揪 以为李志强 哈峰 梁辉 周立 韩普 在庆多学校避难 当老师的事传出去了 赶紧说 你把话说清楚 到底怎么回事 草原上没有人不知道 脚巴现在是学校的一个人物 谁允许的 父亲松了一口气 我忙不过来 请人家管管学生 有什么不可以的 强巴校长了 不要再给我降了 你难道还没看出来 赶紧把盔甲穿上 保护自己要紧 没事的时候 多看看报纸 听听收音机 州上紧急通知 让我立马去开会 还不知道又要穿搭什么 父亲看着弹增现场匆匆离去 推开办公室的门看了看 走进去把办公桌上一个巴掌大的半导体收音机 装进口袋 写了张戒条 压在了玻璃板下面 他样样不乐地穿过走廊 正要下楼梯 就见果果走了上来 果果问他来干什么 他就说起空荡荡的学校 说起淡增现场不愿意下文件 督促牧人的孩子来上学的事 果果说 我也是一个牧人的孩子 当初为什么能到线上当通信员拿工资 不就是认识几个字吗 你在为牧人做好事 我应该大力支持才对 父亲笑笑 不吭声 意思是 你的支持要是有点用处就好了 果果又说 什么是文件 盖个汉藏两种文字的大红印戳就是 这个世上我最佩服的就是你 你在院子里等一会儿 我去给你办 几分钟后果果回来 把一张印有庆多县人民政府字样 和盖着县政府原章的空白纸 放在了父亲手里 得意地说 怎么样 父亲接过来 高兴地问 哦呀哦呀 太好了 怎么盖上的 果果说 印戳是办公室管的 我是办公室的负责人 这点事不算什么 父亲转身就走 突然又停下 距离一个宫说 多谢了果果 你是个大好人 父亲回到学校 在盖了张子的空白纸上用汉藏两种文字 写上了送孩子上学的规定 所有幕户15岁以下的孩子 必须上学 上学是免费的 但必须自带一学期的苏油 簪巴 风干肉 以及入学的最后期限等等 然后骑着日嘎出发了 他看到脚巴还在河边慢腾腾地给马刷毛 策马过去说 你怎么一点也不着急 这一次 我招的学生肯定比你多 脚巴说 那就走着看了 我 兴多草原的脚巴得急 知道生出是个宝 牧人离不了 你看你的日嘎 毛都榨起来了 好好地养得要里 父亲抚摸着日嘎说 对不起了 这一向忙的屁都来不及放 当我赢了脚巴 放你到草原上随便吃草 秋天快要来了 牧草就要接紫了 多多地吃 吃得比脚巴还要胖 日嘎灰灰地回应着 像是说 我也是这么想的 父亲说 这次我打算三级政权都跑道 先公社 再大队 再生产队 来不及了 不等你跑完 大学已经覆盖草原了 父亲摸摸批分的马踪 日嘎了 咱们争取 脚巴说 那就快去 我也要走了 我是在等财让 到现在没有回来 看样子是留在阿尼穷共了 我也这么想 脚巴感慨地说 财让有本事 要是香萨主任 能收他 做个口耳相传的弟子就好了 家里出一个精通精法的人 万事就会顺利些 接下来的时间 父亲骑着日嘎 几乎跑遍了 沁多些有人际的地方 每到一处 他总要用脏话 至少念三遍文件 然后把沁多县人民政府的字样 和大红的印戳 亮给对方看 对方不管是公社主任 还是大队长 小队长 或是普通牧人 都会毕恭毕敬地对待他和文件 欧雅欧雅地答应 他在三丁主 别超过了七线 葬礼十月初以前 务必到学校报到 知道学校在哪里吧 过去的一间房 或者说 七线马上就到了 让学生现在就跟我走吧 当他跑伐了日嘎 跑完了所有该跑的地方 回到学校时 已经是十月初四 自己来报到和跟着他来的学生 加起来也就十六个 他皱歪了眉头 一口口地吸着冷气 怎么搞的 难道盖着大红印戳的 经在基层干部和牧人那里 已经没有威望了吗 他又去跟李之强商量 正在调弄收音机拨断的李之强说 你这样假传圣旨 恐怕不是个办法 还得靠政府的大理支持 线上不信就去州上 我就不信这些领导 不懂孩子上学的重要性 父亲想想说 哦呀 李教务长指点的急事 偷偷摸摸干不了大事 今天晚了 我明天就去州上 李之强说 脚疤呢 好长时间不见了 父亲说 还不是跟我一样 在到处跑 我靠的是文件 他靠的是三寸不烂之蛇 父亲去了州上 他联系日嘎 放他去草原上吃草 自己骑上了丝熊 一骑上丝熊 父亲就想到了财让 丝熊是财让送回来的 他回来时 骑着一匹马 拉着一匹马 拉的是香萨主任的坐骑 一匹壮硕的铁青马 财让看父亲和绝疤都不在 就向所有老师和所有学生告别 似乎忘了脚巴 让他敲敲去 不要到处说的叮嘱 见人就说 香萨主任收留我了 我已经是主任的亲自弟子了 铁青马便是亲自的标志 父亲摇摇头 到底年纪小 有了荣光就想炫耀 去完了州上 再去阿尼穷贡 一定要给才让说 经要默默地学 法要藏起来修 父亲正想着 就听身后一阵思铭 扭头一看 日嘎跟来了 他掉转马头 看他飞快地靠近着 疼爱地说 你一连跑了一个月 哪匹马受得了这样的累 回去吧 吃吃草 喝喝水 睡睡觉 你也该休息几天了 日嘎停下来 又是一声思铭 像是请求 你还是应该骑上我 主人 我还能跑 还能跑 还能跑 主人 又像是抗议 为什么丢下我 为什么骑上他 主人 父亲知道 在日嘎的意志面前 自己没有别的选择 他会不吃不喝 一直请求和抗议下去 他下马 把师兄的缰绳 缠到马身上 从一头解开饺子 打他一下 让他回去 师兄没有 立刻走开 遗憾地望着父亲 跨上了日嘎 平阔的脊背 等他走出去好远 他才边走边撕 咬着木草 回学校了 一路上 父亲都在琢磨 到底是 先去找 才让周长 还是先去找 王石书解 论感情 他应该先去 见见王石 好长时间没见了 有点想他了 还担忧着他的身体 千万别越来越糟糕 高原反应师 会要人命的 但谁都知道 才让周长 是个很计较的人 要是先找了王石 他就会觉得 对方瞧不起自己 何况王石 因为身体原因 一直想掉去西宁 能放权就放权 而才让是以周为家的 能抓权就抓权 所以在阿尼玛青州 州长的权势 远远超过了书记的 到达的时候 是第二天下午 就在拉马走进 周围大门的瞬间 父亲决定 还是先去见王石书记 他把马栓在大院一角 专门停马的地方 匆匆走向办公楼 直奔二楼 王石的办公室 推门不开 就去隔壁打问 王石在哪里 有人说 已经好几天不见了 大概去西宁了吧 他身体很不好 才让周长黑着脸 接见了父亲 他站着 父亲也站着 中间隔着一张长条桌 父亲在谦卑地问候以后 提到学校 提到了希望周上下 闻见招生的事 才让周长摆摆手 打断了父亲的话 不好办 现在的行事 不便于办学招生 父亲急了 大声说 才让周长了 这跟行事没关系 办学招生是百年大计 才让周长哼哩声说 下个文件容易 但你得拿出实际行动来 什么行动 把脚巴得几年出学校 然后送到周上来 我立马给你下文件 父亲瞪着对方 办上才说 脚巴是好事 坏连草原上的麻雀都知道 我们不能为了良心 才让周长坐下来 也让父亲坐下来 叹口气说 我也是想给你个 接受考验的机会 你知道这件事 并不是离了你就办不成 我明天就可以派人派车 把他请到周上来 他在学校干了什么 有没有向学生灌输 剥削阶级思想 必须说清楚 日嘎的奔跑 风驰电掣 就这样 父亲还在催 手里的鞭子一晃一晃的 他很少打日嘎 晃一晃 日嘎就明白 招生和文件 在风中消散 渐渐没有了 沉甸甸地压在心上的是 王氏的健康 和绝疤的安危 王氏的健康 他无能为力 一点点忙都帮不上 绝疤的安危 却可以 由他说了算 他觉得 首先要找到脚巴 让他不要回学校 也不要回家 找个地方躲起来 辽阔而深广的草原 随便找个木家住着 就能在别人眼里消失 他抬起屁股 拱着身子 让脑袋在风中钻探 快一点 快一点 他想先去学校 看不到脚巴 再去他家 要是家里也没有呢 脚巴啦 绝巴啦 他一会儿心里念叨 一会儿嘴上念叨 日嘎歪头 一眼一眼地瞅着他 不知不觉 改变了奔跑的方向 父亲说 日嘎啦 那不是回学校的路 这边 这边 他蹬着江省 日嘎却蹬着他 人和马叫起了劲 连马脚子都给蹬歪了 突然父亲明白过来 让日嘎停下 跳到地上 拽着龙头 取下了各嘴各牙的脚子 日嘎啦 我听你的 想往哪里跑 就往哪里跑 两个时辰后 父亲看到地平线上 出现了长长的一对人 日嘎像是冲刺 撒开死体 狂奔而去 父亲说 我知道你鼻子灵 几十公里外 就能闻到人的味道 可你别闻错了 我找的是脚巴 不是随便什么人 到了跟前 他勒马停下 问道 怎么这么多人 要去哪里 见没见过 沁多公社的脚巴德吉 话音未落 就听队伍前面 有人喊 强巴校长了 你是来接我们的吗 父亲这才发现 所有的人都是孩子 除了脚巴 脚巴性 冲冲地朝他走来 他赶紧下马 问道 你的马呢 跑死了 父亲长长地 嗷了一声 就为了招生 你连马都跑死了 望着孩子们又说 这些都是吗 阿泽泽 一百多有了吧 一百二十个 你呢 父亲不好意思说出来 笑起手指 比划了一下 脚巴问 一百六十个 十六个 也不错 加上这一百二十个 又能增加至少三个班了 还是你厉害 找了这么多 脚巴叹口气 比我想的还是少了些 我给牧人们说 娃娃不必带苏油 三八 风干肉 学校管吃管和管住 此外送一个学生到学校 奖励一只自留羊 他们相信了 羊都拉回去了 哪里来的羊 我给桑杰说 公社续产品站 无论如何得支持一下 桑杰说 给学生供应吃喝不成问题 奖励一只羊也不成问题 只要少交些公购处 就能做到 我说你太老实了 续产品站不是生产大队 它的牛羊 不应该算到公社生畜的存兰率里 没有存兰率 公购处就摊不到它头上吗 父亲伸出大拇指 这个办法好 怪不得那天你说 生出是个宝 母人离不了 他们都忘了 双方是在比赛 忘了那个谁招来的学生 多谁就是校长的约定 突然 父亲的表情 就像天狗吞了月亮 一丝丝光亮也没有了 他拉着脚巴 离开围观的孩子们 如此这般的说了 他跟才让周长的谈话 脚巴愣愣的 半赏才说 你要我躲起来 躲到几时 半年还是一年 那不成冬年的瞎老鼠了 我要是不躲呢 跟他当面讲道理呢 他不讲道理 那我也得搞清楚 他为什么不讲道理 我 庆都草原的脚巴得吉 从来不是躲着过日子的人 你可以这么想 但我不能这么做 我就是死 也不能把你送到周上去 谁叫你送了 我自己去 脚巴一把夺过 父亲手里的缰绳 娃娃们交给你了 你带他们去学校 我去周上问问 脚巴得吉 到底是好人还是坏蛋 说着 几乎连鞍子都没有碰到 就轻巧地翻上了马背 日嘎认得老主人 长死一生就要跑 父亲一把拽住了尾巴 日嘎为难了 是听老主人的 还是听新主人的 犹豫了片刻 扭头看看被拽直的尾巴 依然安静下来 他选择了父亲 脚巴喊起来 强巴笑长了 你难道不明白 我要是躲起来 他们就会跑到学校里来找我 那些你请来的老师 不就暴露了吗 父亲无话了 绝巴是对的 现在的学校 绝不能让那些 不安好心的人进去 他松开了日嘎的尾巴 日嘎意识到了 父亲的妥协 后提一蹬 飞驰而去 父亲望着脚巴 迅速远去的背影 懊悔得垂胸敦足 回到学校再告诉他就好了 他想陪他去 可现在连匹马都没有 再说 去学校的路还很远 这么多孩子 必须在旷野里过一夜 作为校长 他不能丢下补管 父亲第三天才 带着一百多个孩子 来到了学校 立刻忙起来 分班级 分宿舍 分文具 分课本作业本 分洗漱用具 分被褥 分衬衣衬裤 分手指 发动老生教会新生 如何使用毛巾 肥皂 手指 如何刷牙等等 所有的老师都在忙 学生们跑来跑去 梅朵红知道自己的职责 到处走动着 闻闻这个闻闻那个 尽快熟悉着每个新生的味道 梁辉来找父亲 说是周立发现的 在校外的草地上 晾晒着几个装的草灰的小布垫子 草灰本身不卫生 重复使用就更不合适了 父亲愣了半天 才明白梁辉指的是什么 拍了一下额头说 我真是太粗心了 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 第一届学生已经小学毕业了 我都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解决的 梁辉说 周立说了 最好有卫生袋和草纸 父亲说 我想办法 一定想办法 多大的孩子才会来月经 梁辉说 这个我去问问周立 他速去速来 说不一定 有的发育早 有的发育晚 有的十一二岁就来了 有的十五六岁才会来 父亲拍打着自己的头说 现在有了中学 所有的女生都会遇到这件事 我这个校长是怎么当的吗 桑杰带着两个牧人来了 赶着许多肥瘦的牛羊 拖着几十代簪巴 父亲说 真的要管吃管喝了 好啊好啊 又发动学生去和边捡来许多石头 堆在了学校院墙的外面 桑杰和两个牧人 立刻修起了碉堡仓 仓中有小门 门内是铺着石头的深坑 可以保证肉食一年四季不腐坏 他们严强修了一溜 每个碉堡仓 至少可以储存一千斤骨肉 然后就开始屠宰 父亲一边帮忙一边说 学校有奶牛 仓里有肉食 厨房有簪巴 就是吃不上菜怎么办 桑杰说 菜是什么 就是萝卜 洋芋 白菜 豆角 大头菜 辣子 茄子什么的 都是些什么东西 非要吃吗 哦呀 不吃的话 娃娃们身体不好 我看好的很嘛 好什么 我当副县长时统计过 庆多仙牧人的平均寿命只有三十一岁 比城里人差远了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吃的样数太少 过来过去就是肉食和酥油 连簪巴好好都吃不上 桑杰举着蟹肉的刀子说 这个样子的话 我回去就想办法 还有件事 如今学生多了 食物又是学校供应 做饭就不能单靠学生自己了 食堂里得有厨师 你在庆多公社能不能拍一个 桑杰想了想说 这么多人要吃要喝 一个人不够 就让尼玛和旺母来吧 拍别人的话我不放心 家里的牛羊怎么办 有我和卓马辛苦一点罢了 正说着 就见一队人马从远处走来 为首的是白纯路公社的主任喇叭 喇叭远远的下马 走过来说 强八校长了 不认得我了吗 父亲说 认得是认得 就是不敢跟你说话 这是为什么 我是办学的 你是反对办学的 我们念的不是一个经 你这个校长 不知道人是会变的吗 我今天把娃娃们领来了 你到底要不要 父亲这才注意到 纷纷下马走过来的都是孩子 心想这是怎么回事 喇叭说起来 前几天他去了一趟阿尼穷共 想给香萨主任送些酥油和肉食 在祈求主任保佑公社和家人 无灾无难 香萨主任闭关修行不见人 派了个弟子出来给他祈福 那弟子的声音比唱歌还好听 又亮又管用 听他祈福前 他的肚子疼 听完了祈福就舒服得好像没有肚子了 那弟子说 你不来这里 我也会去找你 香萨主任说了 世道变了 凡是敬请他的牧人 都应该送孩子去上学 念书的出息 是你们这些不灵醒的老牧民不知道的 送一个孩子上学 等于记载十年朝拜的功德 回到白纯路公社 我见人就说 香萨主任 你们信不信 信的话就把娃娃送到我家里来 我要送他们上学去 父亲寻思 香萨主任对办学变得这么积极 一定是才让做了弟子的缘故 才让还是个孩子 能有什么办法让师父改变主意呢 父亲说 你说的这个弟子 就是桑杰家的才让 他也是我的孩子 知道知道 现在我就放心了 你跟香萨主任是一家人 你的意思也是主任的意思 父亲大致数了数学生又说 这一来就是六十多个 差不多就是白纯路公社 适龄孩子的一半了吧 父亲喊来 老生把新到的学生带进学校 交给李志强安排 自己在沁多河边 脚巴的帐房里 招待了拉巴主任 吃喝的时候 拉巴说 没想到一间房 变成这个样子了 没有脚巴学校 恐怕起不来吧 又神秘的压低声音说 从前的一间房 是脚巴的 住过一个汉族姑娘 没人敢来捣乱 什么汉族姑娘 我怎么没听说 脚巴没跟你说起过 那你问问她的药理 那姑娘的美丽是 草原上没有的 一说到脚巴 父亲心里就有不适滋味了 曹操打发走了拉巴 就去学校和李志强商量 说他想去州上看看 不去的话心里难受 吃不下饭 睡不着觉 李志强说 去看看是对的 但不要跟 才让州长发生正面冲突 父亲骑着司雄出发了 走着走着就开始犯困 闭上眼睛睡了一会儿 结果从马上摔了下来 过去他是经常骑马睡觉的 只要他睡着 日嘎就会变得非常警觉 步履尽量稳健 身子尽量随着他的摇摆 行走的方向绝对不变 司雄就做不到 虽然他也是一体好马 但比日嘎的灵性 还是差了很多 他也能关照到 睡着后的主人 但时间一长 他自己也会犯困 伸一脚前一脚的 行走的方向也不是主人要去的 父亲从地上爬起来 看到离合不远 就去洗了把脸 再次上路时 他打马跑起来 没有哪个骑手 会在奔跑的途中 进入梦乡 父亲第二天到达州上 走进州伟大院后 在停马的地方 没看到日嘎的影子 就觉得凶多吉少 丢下司雄 闯进楼门 直奔州长办公室 才让州长一见他就说 你来得正好 我正要派人去你们学校呢 脚巴好大的胆子 骑着高头大马 在州伟大院里 转了一圈就又走了 好像他是来向我示威的 那个女人是谁 父亲愣了 哪个女人 别再装了 老实说吧 原来脚巴走进州伟大院后 正在向人打听 才让州长在哪里 就见一个女人朝他走来 跟他说了几句话 两个人便一起跨上马背 奔跑而去 再也没有露面 父亲一脸纳闷 会有这样的事 他赶紧往回走 到了学校 发现脚巴正在帐房前 给日嘎刷毛 松了口气 走过去说 就你一个回来了 不会还有一个女人吧 脚巴瞪他一眼 没有回答 学校的学生越来越多了 几乎天天都有新生前来报道 有本县的 也有外县的 问起来都说是乡萨主任的弟子 才让叫他们来的 父亲想去阿尼穷共问问才让 到底怎么回事 还没来得及出门 才让就来了 那一刻 父亲正从大食堂打了饭出来 边走边跟官雀家说着话 你能来的就好 学校大了 学生多了 太需要你了 强巴校长了 就是你能想到我 尼玛和旺母已经到位 但学生一直在增长 人手还是不够 他派人去离趟阿尼穷共 把官雀家阿尼也找来了 官雀家是个喜欢热闹的人 修行人的生活 幽静的环境 对他来说太寂寞太枯燥了 正说着 父亲抬头一看 才让 才让拉着香萨主任的铁青马 笑嘻嘻地望着父亲 阿爸了 你好 学生到底来了多少 差不多有一千了 香萨主任的知识起了大作用 快说说 到底怎么回事 才让说起最初的过程 香萨主任问他认识多少脏文字 他说 所有的字他都认识 主任就让他读经 是宗喀巴大师的菩提道次第广论 让主任吃惊的是 他不仅能流畅地朗读 读过三遍以后就能全部背诵 主任说 这样好的记性他没见过 要是不收他做弟子 雪山大帝是要怪罪的 父亲还是有些疑惑 就算主任喜欢你这个弟子 也不能凡是听弟子的吧 财长说 修行到家的人总想有一些作为 不想浪费了自己的本事 我给他推荐了学校 那么多学生 总得有人教藏文吧 不光他可以 十字的阿卡都可以 父亲沉思着点点头 我明白了 这才是香萨主任 知识办学的原因 这么大的学校 能教藏文的只有我一个 还忙得顾不上 再要是不请老师 藏族人的孩子上完了学 还是不认识藏文 等于半个文盲 你等着吧 一旦香萨主任来学校教藏文 学校的学生还会迅速增加 父亲笑了 我也这么想 在牧区办学校不容易 能利用的都应该利用 最好学生多的能把所有教室宿舍都站满 不过有一样 他们都不能穿着修行人的衣袍去教室 还得按照我编写的藏文教材上课 不然就不是学校使阿尼穷共了 哦呀哦呀 香萨主任的俗袍我已经准备好了 财长说着就要走 父亲说 不见见你脚巴爷爷了 不见了 老师早一时请来 早一时安宁 冬天 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 父亲来到县上 在弹增县长的办公室里 摔碎李之慈悲 慈悲是县长去省上参加 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时发的 他格外珍惜 父亲吼起来 县长大人没张耳朵吗 我恳求了多少遍 给学校买一些草纸 你为什么答应了不算数 但曾县长气得 张红的脸 用同样高的声音说 我忘了 我一个县长 为什么要给你买草纸 草纸是干什么的 问问你老婆就知道了 我老婆不用草纸 怪不得 告诉你 草纸是女学生离不了的 有几个人推开门看看 很奇怪 他们居然在为草纸争吵 父亲回头一看 里面有女的 跳过去一把拉进来 你给你们县长说说 草纸到底重要不重要 没有草纸的结果是什么 那女的红了脸 挣脱父亲的手 转身跑了出去 但曾县常对门口的人摆摆手 去吧去吧 有什么好看的 父亲大步过去敞开了门 喊道 你怕丢人是不是 我不怕 我就是要让全县干部都知道 他们的县长是个什么人 连个草纸都买不来 还问我草纸是干什么的 但曾县长妥协了 好好好 你再别喊了 我给你办就是了 立马派车去西宁购买 用最快的速度送到学校 这就对了嘛 但曾县长摇摇头又说 我忙得都火烧眉毛了 今天开会 明天下乡 贯车这个 执行那个 你倒好 来我这里不是草纸就是裤衩 草纸重要还是线上的工作重要 你这个人永远搞不清 滚 滚是什么意思 就是地上打滚的意思 好 那我就打给你看 父亲吹着气 倒在地上 打了一个滚 站起来 走出门去 又回头说 后天是极限 曹纸不来 我就天天来这里大喊大叫 县长大人 你就考虑吧 父亲不能不生气 曹纸说过七八遍了 每回但曾县长都说 就办就办 说完就忘了 父亲必须用这种办法实施督办 不然女学生的草纸永远都是想象 在父亲定为极限的后天 县商业局的卡车给学校送来了整整一卡车草纸 父亲笑呵呵的 这样的话 全体学生的手指也包括在内了 之后 学校老师周丽受父亲委托 对已来月经的女生做了统计 并给他们每人发了两个卫生袋 还举办骨干培训班 教诲他们如何使用卫生袋和草纸 做卫生袋的部是学校的 采访是线上的 三个采访铺同时做齐 几天就做了两千多个 工钱由周上支付 是果果以增加办公用品为借口 从县财政申请来的经费 他说 我现在是有身份的人 其他的事可以不办 强霸校长的事一定要办 但曾贾装不知道 还是冬天 学卧草原的日子 父亲听说 王石回到了周上 便骑着日打去看他 脚霸骑着麦秀跟上来说 也不给我说一声 我也想去周上 你去干什么 转转 父亲笑了笑 我知道你是想去周上 找那个女人 脚巴不吭声 父亲问 他在哪里 脚巴摇摇头 沉默了一会儿说 那天突然一见他 心里就扑腾扑腾的 问他怎么在这里 他说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出去说吧 我们骑着日 赶到了马路上 他问我好不好 我问他好不好 我说好 他也说好 正要问他 住在什么地方 他跳下马就走 好像不想让别人看见 逃跑了 我在周上转悠了两天 去跟才让周长 当面讲道理的心思 也没有了 就想找到他 父亲加快了日打的速度说 什么事情能拦住 草原上的脚巴得及 你肯定能找到 停了的雪又下起来 左一连右一连的雪铺 北风裹挟着 跌落在草原上 又让雪浪击茧而起 芒无际牙的白色 厚重的覆盖 让人觉得时间回去了 冰河期的地球 就是这个样子的 父亲和脚巴来到周围 直接去了王氏的办公室 王氏气了茶说 正想着你们呢 你们就来了 学校怎么样吗 父亲说 正处在发展的关键时刻 学生越来越多 问题也越来越多 最大的问题是经费 太少了 王氏问 庆多公社的虚产品站 是不是还在起作用 父亲说 没有断 王氏说 能不能考虑 取消给学生免费供应吃喝 和送一个学生 奖励一只羊的规定 脚巴说 不能取消 这是我给牧人说过的 取消的话 我就没脸见人了 再说 这不是公家的资金 谁也没权利挪用 父亲说 我也这么想 给学生的承诺不能变 孩子们的福利不能变 公家应该拿出足够的经费 来解决教学用品和 其他生活用品 比如衬衣裤衩 被子入子 毛巾肥皂等等 还应该解决老师的报酬 不能长期一分钱都不给吧 老师们也要生活 王氏说 的确不能 但这些世光靠 亲多县 是解决不了的 父亲说 所以我们才来到州上 王氏说 这不是小事 首先牵涉学校的归属 是州属还是县属 父亲说 谁拨的经费多 就应该属于谁 王氏说 在研究 父亲说 得快点 我们回去 以后就不吃不睡 站在学校门口等消息了 王氏疲倦的抬手 拍了拍脑门 别逼我 把我逼死了 谁来付这个则 才让州长去省上参加学习班 一时半会儿回不来 我是咬牙 坚守在岗位上 说着到了中午 王氏带他们去食堂吃饭 脚巴盯着食堂进进出出的人说 好像周围没有女人 王氏说 好几个呢 你没看见就是了 父亲指着窗外说 那儿有两个 脚巴抬头看着 王氏奇怪地问 你怎么突然对女人有兴趣了 脚巴赶紧低下了头 饭后他们告辞出来 拉着马在周围外面的街上溜达 脚巴看着女人 父亲也看着女人 遇到商店或别的可以进去的地方 父亲就会接过卖袖的缰绳 让他进去瞅瞅 他也不客气 快去快回 每次都很失望 他们转悠了两个小时 周上有人的地方都走遍了 脚巴突然跃上马背 打马跑向了回学校的路 父亲跨上日嘎跟了过去 第六章 新知土 把温暖撒成一条线或是一盘旗 把色彩化作一抹红或是一滩绿 把暴风雪渗入生命赤裸的机体 把扎西德勒留在爱你的光亮里 一 周围派通信员送来了一个文件 父亲翻开一看 喜笑颜开 赶紧去找李志强 文件上说 信多中学由县属改为周属 行政级别提高一级 未处级 办学经费由周财政负责筹措措 比原先多了十倍 还不包括老师们的薪水 老师们的薪水 参照了内地民办教师的办法 由周财政从各县各公社收取后 按月支付 每人每月月26元 父亲们 够不够 比国家干部少一点 比学徒工多一点 李志强说 够了够了 我们是来避难的 管吃管喝不说 还有工资 真是没想到 父亲叫上脚巴 带着哈达去周上表示感谢 王氏说 给我献什么哈达 要献就献给财政局和文教办公室 以后你们打交道的 就是这两个部门 父亲说 我们就拿了一条哈达怎么办 王氏从身后的柜子里 拿出一条哈达给了他们 脚巴说 谢谢了 书记反过来献给我们了 他们来到财政局 大房间里全是人 都不知道把哈达献给谁了 又来到文教办 一个小房间里只有一个人 是个女的 女人说 阿尼玛青州终于有教育了 我不会天天坐在这里没事干了 有什么需要我做的 校长尽管吩咐 父亲一把按住桌上的电话说 学校现在最需要的就是这个 那得拉多长的线 我这就去给王氏书记回报 女人说着 起身就走 父亲和脚巴拉马来到周围外面 信不走去 父亲不说话 只是跟着东张西望的脚巴走 走过几条主要街道 脚巴就不走了 父亲说 别着急 我让你跟我来 就是为了方便你找人 脚巴说 不找了 回吧 走了几步又说 文教办的那个女人 对我们挺客气 父亲说 就是不知道办事能力怎么样 电话对学校很重要 脚巴犹豫着说 能不能拖她找一找 对呀 他们再次回到文教办 那女人拖过两把椅子 来让他们坐 王氏主任已经同意了 让我跟邮电局联系 要是解决不了 就向军分区求援 看能不能为了 阿尼玛青州的教育事业 支援一下 父亲说 谢谢了 又有事要麻烦你了 女人说 不麻烦 说吧 脚巴坑坑吃吃的 似乎又不想说了 父亲抓住她的手生气的说 脚巴了 你可从来没有这样黏糊过 怕什么 不就是找个人吗 你应该像过去那样气派的说 我 信多草原的脚巴得吉 想起一个老朋友了 没错吧 她应该是你的老朋友 绝巴这才说起来 她是一个不到四十岁的汉族女人 尖下巴 长脸 眼睛一个是单眼皮 一个是双眼皮 鼻子跟下巴一样尖 耳朵边有个小黑质 拜托了 麻烦你看看 周上有没有这样一个人 女人问 名字呢 不知道 个子呢 跟你差不多 头发 头发有 多得很 我是说发型 女人最重要的是发型 是辫子 剪发 还是蚂蚁疤 脚巴想不起来了 那个瞬间让她激动而慌乱 像是一个梦 疏会儿是 哪里会注意到她的发型 不过从前的头发 她是记得的 一头批分而下的乱发 又厚又长 她给她说 藏族女人再穷再拉她 也会把辫子梳好 因为只有鬼才会劈头散发 她于是变起了辫子 是一根粗大的辫子 而不是藏族女人一样 由家里人帮着梳起的许多小辫子 女人问 你跟她是什么关系 脚巴不知道怎么回答 父亲说 我刚才说了 他们是朋友 后来失散了 很多年不见 最近有人看见她 就在周上 女人说 这样的话 只能多方打听 慢慢找 脚巴说 找到的话 你问问她 十多年前 去没去过庆多县的一间房 要是去过 那就找对了 女人答应着 还在一个本子上记了记 半个月后 周游店局派人 用军分区捐赠的军用电话线 在周围和庆多学校之间 拉了一条砖线 过了几天 周文叫办的那个女人 打电话给脚巴 有个女人很像你要找的那个 问她去没去过一间房 她说去过 但一说到有人正在找她 她又说没去过 你最好来一趟 我领你当面去认认 脚巴去了 三天后回来 便不再提女人的事 父亲追问了好几次 他才说 见到的就是她要找的女人 结果呢 脚巴苦笑一声 我们已经说好了 从此就谁也不认识谁了 听着好像你们有过很多故事 无头无尾的故事 有什么意思 你就不要再问了 我心里恨得很 恨谁 我自己 很快到了暑假 学校开了联欢会 学生们尽情地唱歌跳舞 持续到半夜 之后便是组织学生结队回家 学校一下子安静下来 父亲又去了几趟粥上 在王室那里软缠硬膜 终于有了结果 立杆子 拉电线 解决沁多学校的用电问题 通电施工开始之后 父亲突然想 寄宿班的人怎么没有回来 得去看看了吧 还有西宁的家 父亲想家了 一想就按捺不住 匆匆忙忙把学校的事 交代给了角巴和教务长李志强 就要背马出发 财让来了 说他也想去西宁 看看老爷 姥姥 母亲 梅朵 江阳和妹妹 父亲说 好啊 快去收拾 一会儿就走 财让说 已经收拾好了 原来他比父亲 更早地想到了回西宁 给家里人的礼物都准备好了 是角巴帮他准备的 苏油 簪巴 奶皮 绝马 曲拉 一只肥硕的洞阳 一大块足有五十斤的新鲜牛肉 能带的都有了 马也借好了 是香萨主任的铁青马 学校的其他老师都没有离开 只有父亲和才让在一个阳光与雪色交相辉映的中午 踏上了去西宁的路 两匹马的提音就像清脆的铃铛 惊醒了姥姥的梦 他从炕上爬起来 穿了衣服 漠黑来到院子里 自语道 不会又是听错了吧 正要回去 就听有人轻轻敲响了院门 他捣着小脚急步过来 卸了门说